大家好 又到了阿美来做菜的时间 今天我要进喝什么料理呢 就是这个... 乌阿 我要来炒乌阿 然后... 因为今天用的量不会很多 我想只要用一半就好 我们现在就来弄 先把它对切 我们今天只要用到一半的量 然后把它削平 这个乌阿好像... 似乎就... 长得花花的 可能跟一般那种... 浅绿色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会是第一次买 这种不晓得会不会比较好吃 好 我们就把它削一削 来 再来就把它切 切...切片 先切一些 好的 就把它放盘子里 再继续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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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切成小麦粉 切成小麦粉 切好了 然后今天所要使用的配料就是这些 有蒜头、辣椒、胡萝卜 还有一些虾米 这样炒起来比较香 那我现在来开始做 酱油 鱼 酱油 鱼 鱼 蝦 蝦米的味道 蝦米一定要先炒之后才会比较香 蝦米的味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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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 炒熟 骨盖 鸡蛋 加點味酥 我們可以起鍋了 然後我關掉 炒好了 這是今天為各位所介紹的蝦米炒糊 好嗎 這樣講對不對 也是一道很簡單的料理 也不需要花你太多的時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別忘了也給我按一個讚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請趕快訂閱喔